这是一家很特别的洗衣店 在一百多年前的某一个晚上 一名夜班女员工因店里失活 导致自己惨被烧焦 幸运的是她还活着 不幸的是她失踪了 还扬扬要杀掉所有上夜班的人 老板利用这个bug开始大肆招收员工 据说来这里上班的员工 没有一个能活过一晚 而你就是今天的幸运倒霉蛋 血女 如果你感到害怕 那么请把辞职打在公平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好的 游戏现在正式的开始了 这次我们的任务呢 还是上夜班 主角这会儿在吐槽 这个我也不清楚啊 这个洗衣店就是我们要工作的地方 屋里有个老灯 这老灯 老灯 老灯是我同事吧 晚上好 你一定是新来的员工吧 你迟到了 我给你留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了一些任务 但是要小心点 夜班很危险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那个布鲁尔女人的故事吗 在两年半之前 一个女人在这里上早班 但是一台机器短路了 洗衣房着火了 她被困在里面 她身体百分之九十被烧伤了 但她仍然活着火救 她在几个月之后就不见了 她的样子很吓人 她完全毁容了 从那之后 她开始折磨并杀死每一个上夜班的人 放轻松火箭 这只是个传说 我现在得走了 再见 还是跟那个大便杀手一样的套路 先给你讲故事 给你打预防针 让你做好心理准备 想像那个纸条是任务吧 看一下上面写了什么 打扫地板 把洗好的衣服叠好 把它们放到架子上 把垃圾拿出去 夜班三天套 跟大便杀手差不多 唯一的区别就是 这次我们要摆放的东西是衣服 之前摆的是录像奈 用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姐姐总算是完成了 老板交代的任务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探索后面的故事 哦 店里来顾客了 是在我扔垃圾的时候来的吗 嗯 奶酪味的 你好 你好 我是来取衣服的 已经付过钱了 那你是这家洗衣店的老顾客吗 是的 我在这里洗了好几年的苦茶子 那你知道发生火灾的事吗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但我听说过 我不认识他 但人们都叫他血女 对吧 可以帮我拿衣服了吧 他还挺着急 衣服 哦 反正 哇 这两个要走的 螺圈腿啊这是 这是平时工作累的吗 紫色睡袍 这是你个秃驢该穿的吗 这游戏显得 显得玩家很呆 哦 灯开始闪了 哇 需要 需要 来高拿了吗 外面 除了下的小雨 一切正常 灯还在闪 哦 这会不闪吗 这有个手电筒 把一个手电筒拿上 看一下里面 没有异常 没藏人吧 没有人 嗯 有开门上 谁把门打 我 我好像看到了个人影 刚刚有脚壶声 这会儿不见了 不在 不在房子里吧 嗯 灯又开始闪了 这把这是哪一处啊 又把门给我整开了 搞心态那个人 他是不是藏到哪个角落了 这边 这边也没有 嗯 哇 什么东西这是 靠杯啊 他这个死动劲 好像嘴里含了个臭袜子 这黑不隆东的 也找不到他在这儿啊 这个老六 我真的是服辣 东躲西藏 长得神神秘秘的 哦 房间里 有血迹 他不会在屋子里吧 没在外面 在这儿 在这儿 在这儿藏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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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